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 那上一次呢,录到一半的时候呢 我的箱子突然间没电了 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抱歉 然后我今天呢,喉咙有点不舒服 所以可能说话会比较杀 或者是比较小声 所以还请大家多多的见谅跟包涵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说一下 我最近还买了些什么东西 好,那上一次分享到CLIO的唇膏呢 就是有在做promotion 就是特惠价 就是买一只送一只 所以我一共呢,就算是入了四只吧 好,这是另外两只 对,然后这两只呢,是唇幼 好,首先第一只这个是 他们家的virgin kiss silk quit lip 对,应该是一个唇幼 然后它的色号呢,是01号 叫matheater 然后其实就是我现在嘴巴上面 擦的这个颜色 它的颜色呢,其实算是属于一个 蛮亮的一个 玫瑰桃红色吧 好,它里面开起来呢,就是这样子 这是它的刷头 好,给你们刷一下 它也颜色非常的饱和 然后就是,呃,再来我觉得它的滑顺度也是蛮好的 然后我现在其实,呃,上在嘴巴上呢 我觉得它虽然是呈现出来的质地是雾面的 但是我觉得它不会让你的嘴唇弄到很干 然后再来就是它没有那种很黏的那种黏膩感 对 然后它的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饱和 对 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日常百搭的一个颜色 好 就是这样子 好 那另外一支是一个Oytin 是叫Tension Lip Oytin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07号叫Pink Starlet 那顾名思义嘛 Oytin它的质地肯定就是擦起来会属于比较油亮水光的那种质地 好 这个是它的包装 对 然后它的包装就是跟刚刚的那个唇釉呢 就是完全的不一样 对 因为它这个呢是 呃 质地是雾面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包装上面也是做这种就是比较雾面的质地 那这个Oytin呢 它是擦起来算是比较油光跟水光的质地 所以它的这个包装呢也是做比较亮面的这种包装 然后下面这边呢它就是可以直接看到它里面的那个颜色 好 它开起来呢是这样子 好 它这个是它的刷头 它刷头就是还算是蛮大的 好 给你们试一下颜色 它的颜色非常饱和 它虽然是那种Oytin的质地 但是它的颜色你看 非常饱和 然后它的光泽度超美的 看到吗 我觉得最近2018年呢就是好像慢慢的开始流行回这种 呃 就是水光的那种 很glossy lips的那个 那个 那个质地 对 就是以前就是大家就是 因为跟那些 呃 韩系彩妆嘛 韩系彩妆主要就是很多 呃 雾面的质地 然后很少会有这种水光油光的 好 然后这个呢 我觉得最近就是可能 应该是慢慢的开始流行回来 好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质地 这个我还没有实际呃就是用在嘴巴上 所以等用了之后呢 才跟你们分享说它的质地 跟持久力如何啊等等 好 这个就是CLEO唇膏的部分 好 那唇膏的部分呢 我还入了这一支 呃 的facial 最近刚刚出的这个叫 呃 flat glossy lipstick 对 然后我买的色号呢 是 叫 CR01 呃 gemstone coral 对 它的颜色呢 其实是 算是一个比较偏 呃 带橘色调一点点的一个粉红色 然后它这个唇膏呢 最特别的其实是它的那个形状 对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吗 它就是做这种长方形的那个 呃 那个形状 对 然后从侧面看呢 它是这样子 就是扁的 就是让你在涂的时候啊 比较好去呃 呃 描绘那个线条 尤其是你的那个唇峰的位置 好 给你们试一下颜色 那它这一款呃 呃 唇膏呢 一共出了两个质地 一个是雾面的 一个是呃 呃 这种比较有呃 呃 光泽 光泽的那种呃 呃 质地 你看它插起来它的 它的滑顺度 非常滑欸 你看好 这就是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是呃 就是带橘色调 一点点的粉红色 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对 然后它插起来它的质地 非常的顺滑 你看可以这样子 你看它就是一笔插过去 它也不会说有任何的那个断层的那个 呃 那个那个困扰 就是这样子 你看它颜色饱和 就是这样子一笔画过去 然后它颜色的饱和度 非常非常好看 对 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的 呃 至于它的雾面的质地呢 因为我没有看中什么好 呃 喜欢的颜色 所以我就 我就没有买它的雾面的质地 好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光泽度的那个质地 非常非常好看的颜色 好 那Facial呢 我还买了他们家的呃 呃 单颗 眼影 然后这个单颗眼影啊 是他们最近刚刚呃 新推出的 那我买的色号呢 分别是PK04 还有PK05 那它这个单颗眼影啊 跟它以往的单颗眼影 在包装上呢也呃 呃 彻底的就是大改革 然后它这一次这个呃 单颗眼影的包装啊 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 你可以这样子把它 就是拼接起来 然后就这样子它很 它就是呃 两颗就是固定的牢固在一起 然后它也不会说呃 很容易掉啊 或者是不见等等 所以它就是这样子 你看 两个拼接在一起 然后这边旁边还有这个呃 空隙 所以你可以再去买其他的颜色 然后再这样子把它给拼接起来 我觉得这个设计倒是 倒是呃 蛮特别 蛮贴心的啦 就是像这种单颗眼影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 放在呃 化妆台啊 素妆台啊 然后要用的时候呢 就一直拼命的找就找不到 我觉得这样子把它们就是通通连起来 就很容易就是呃 呃 在收纳方面也比较容易 然后再来就是呃 呃 比较不会容易的不见 好 那我在这边给你们试一下 这两个的颜色 好 首先是PK04 然后它的颜色呢 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一个呃 呃 非常带有红 红色调的一个棕色 好 再来就是 哦 它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 好 给你们试一下 我就刷在这里好了 哦 它颜色非常漂亮 好 它颜色呢 刷起来就是这样子 非常非常好看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粉质很细 就是呃 呃 带 红色调的一个呃 呃 浅棕色版 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呢 好像今年2018年的春夏 好像还蛮流星的 所以我就决定入这个颜色 非常好看 你看它的 它的颜色的保和度 也算是还蛮不错的 然后主要就是 粉质非常细 然后就是 也没有什么肥粉 可以近看一下 我刚刚刷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什么肥粉 对非常好看的一个红棕色 好那接下来另外一颗呢 是PK05 好PK05呢 开起来就是这样子 它这两颗眼睛啊 里面都是有那种 很细致的那个珠光 可是其实你刷开来之后啊 它就是一个 它就呈现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光泽度 好这个PK05 同样粉质也非常的细 好那没有位置啊 我就是刷在这里好了 好你看它的颜色的保和度 非常好看 然后再来就是呢 它的那个粉质除了很细之外 它的延展性也非常好 那我其实刷就是 整条刷下来 你看 就是整个包住我的手腕 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它的那个颜色啊 没有任何的那个断层的那个现象 对然后它的颜色非常好看 同样也是一个 呃 带 带橘色调的一个棕色版 只是它这个颜色呢 会比刚刚的PK04 还要来得再 还要来得再深一点点 对这个就是它的颜色 非常好看 然后这两个颜色呢 我觉得就是呃 今年2018年应该就是呃 还蛮流星的颜色吧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种红棕色调的颜色呢 可以不妨去他们家看一下他们的这些单颗眼影 好那接下来彩妆的部分呢 我还在CANMAKE他们家买了一个腮红 然后色号呢 是呃 09号 那这个09号的颜色呢 是他们呃 今年刚刚新推出的 然后好像是呃 刚刚在 日本上市没多久 所以我很意外的就是这一次可以呃 这么快的在新加坡的WATSES开架 找到这个颜色 好它里面呢 开起来就是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呃 小刷子 好这个就是它里面的颜色 然后同样呢 就是有做那种呃 立体雕花的那个设计 就是呃 很很CANMAKE他们家的那个风格 就是非常甜美可爱的那个设计 然后呢 它这个颜色09号啊 跟他们之前呃 以往其他的颜色不一样的地方是呢 它这个颜色呢 是带比较呃 算深一点点的那种红色 就是所谓的呃 呃 Burgundy Red的那种颜色 就是呃 会比较深一点 然后擦起来的颜色 也会比较属于那种高 呃 高雅之性的那种妆感 然后他们之前以往的那些呃 其他的这个系列的颜色啊 就是 走一个比较甜美可爱的一个风格 好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的轻轻给你们刷色 好它的颜色非常的 非常好看 就刷 好这个就是它的颜色 它虽然是从里面就是看起来感觉很深 尤其是呃这两个颜色 但是其实它实际上刷在皮肤啊是呃 还好的我个人是觉得 而再来就是颜色的饱和度也还算是蛮不错 好那如果你怕刷起来颜色太深的话呢 你就可以拿刷子 就是直接整个混着刷 然后它就会变得比较浅 比较淡一点点 那如果你想看起来就是颜色比较饱和 比较呃比较呃比较浑润一点呢 你就可以直接单单刷就是中间这两个颜色 它刷出来的效果呢就是这样 对没有到非常可怕的红 但是呃还是非常的饱和 然后再来就是呃 它的粉质也是呃当然是很细的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颜色 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 Burgundy Ray的一个腮红 好接下来我还在呃 Walksense就是买了两支那个护唇膏 然后是呃曼秀雷敦他们家的 然后这个护唇膏呢 坦白说主要也是呃 呃被包装给吸引到 好首先这个呢是叫 呃Lip Bondue 对它的包装呢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这一款呢 它据说就是擦上去之后啊 呃除了就是会 让你的唇部比较保湿之外啊 然后它就是有那个什么 呃 Aura 3D Pro 就是一个比较呃3D立体的那个珠光感 然后就是让你的嘴唇看起来比较滋润 比较比较丰厚的感觉吧 对然后这个我还没有开来 还没有开来用 所以呃等用了之后再跟你们分享它的质地如何 然后再来另外一款呢是呃叫Water Lip Tint 然后它的颜色呢是叫Milky Pink 那我其实一直很想找一个有润色效果的护唇膏 找很久了 然后呃结果我就看到这个 我觉得它的颜色就是图片上擦起来好像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粉红色 所以我就决定入这个来试试看 那其实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呢 它是含有SPF20PA两个加 呃我觉得外面市场上好像还蛮少护唇膏可以做到 呃有SPF防晒系数的这个功效 所以我就想说买一支这个来试试看 那同样呢等我用了之后呢 再来跟你们分享它的质地如何 然后就是好不好用 好这个就是护唇膏的部分啦 好接下来呢就是算是属于一些保养品的部分 那首先第一样这个呢是囤了一支这个眼凉润这个眼药水 好这个眼药水我也应该不用多做介绍啦 就是我一直呃长期在使用的一款眼药水 所以就囤了一个 好那接下来呢还囤了一包这个鲁鲁润他们家的这个面膜 然后这个金色包装呢好像是我第一次尝试 对我之前都是买他们家的那个银色包装的 就是好像是美白还是保湿款 那它这个金色包装啊就是呃 除了有抗老功效呢 同样也有这个美白的功效 然后它同样呢里面就是一样有漆片 然后就是让你用足一个星期的量 然后陆陆润他们家的面膜 我也应该不用多做介绍啦 就是我之前的一些视频啊都有推荐过他们家的呃这个面膜 就是在日系呃面膜当中呢我觉得算是其中一个蛮好用的一款 所以我就呃一直不断陆陆续续的都有回购他们家的面膜 好接下来囤货的部分呢 还囤了一支这个呃龐氏他们家的这个眼唇卸妆液 然后这个眼唇卸妆液好像是我的第二瓶吧 第二第二瓶还是第三瓶我忘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一款眼唇卸妆液啊就是 非常好用 然后用起来呢主要是呃非常的温和 然后会刺激你的眼睛 所以我就去囤了多一瓶这个 好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新尝试的呃保养品 好首先呢是这个 这个是呃Nivea他们家的一个呃美白身体乳就是body lotion 那其实呢我原本不是要买这这一个系列的 那其实我原本想要买的是那个呃浅蓝色的那个瓶子 然后它就是有呃三个不同的香味 就是有一个是玫瑰 然后一个是好像cherry blossom 跟另外一个是vanilla的那个香味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我去了好多家的watsons跟garden 它都它都断货 对它其实没有没有说全部都断货啦 那因为我本身是想要买那个玫瑰 玫瑰香味的那个 然后但是它呃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特别好卖吧 我就是去了我昨天去了两间 两间watsons 然后去了两间garden 都找不到那个玫瑰香味的那一瓶 然后它只是剩下那个vanilla 然后呃还有什么cherry blossom vanilla那个其实呃 呃货源是还蛮多的 我不知道是因为可能人家对它的味道比较不喜欢还是怎样 但是就是就是还是蛮多啦 然后因为我个人也呃在那边try了它的tester 我没有很喜欢vanilla的那个味道 所以我就想说还是玫瑰那个会比较比较是我的菜 比较适合我 所以我就呃有去找 但是没想到它就是这么多间的watsons跟garden都没有货 那这一瓶呢我是后来在那个venus beauty买的 然后它的价格其实也不贵 大概新币7块9左右 然后它这一款呢主要就是含有40倍的维他命C 就是可以帮助你达到一个更加快速跟深层的美白的一个效果 然后它这个除了呃就是帮你做一个美白呢 然后它还有就是帮你做呃皮肤的一个firming 就是紧致的一个一个效果 那其实这个我用了一次呢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它的质地的 好在这边给你们试一下 好它的质地呢同样就是白色 那我为什么会喜欢它的质地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呃那个texture 就是擦起来之后啊非常的呃非常的薄透 就是一点也不会有粘腻感 它刚刚挤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坨白色在那边 看起来好像很厚重的感觉 但是其实你把它推开之后啊 它其实呃非常的容易被皮肤吸收 然后再来就是呢它的粘腻感呢 呃其实说是会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不像呃一般一些比较厚的那种body lotion 就是涂上去之后啊就是非常粘的那一种 对然后再来呢就是它的味道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 就是闻了感觉就是还蛮清香的那种感觉 好那它一下子呢就被皮肤吸收了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没有任何的粘腻感 非常非常清爽的一个质地 所以我个人就是呃觉得它的这个质地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厚 因为我在买这一瓶的时候啊 它那边是没有Tester给你试的 所以我就是纯粹抱着一个冒险的心态 去呃买这一瓶来尝试看看 但是我还是很想买那个呃 玫瑰系列那个浅蓝色那一瓶 所以可能呃之后我会再去找找看吧 或者是可能迟些时候呢看他们的货 到了没有我再去呃 买那一瓶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脸部的保养品 呃这个保养品呢应该算是前阵子 刚刚新推出上市的 好就是呃 Loreal他们家这个Revitalift的精华水 那这款精华水呢叫 呃 Micronize Centella Excess Water 然后它主要呢就是 除了帮你达到一个抗老的功效之外呢 它还可以帮你的皮肤做 一个补水跟保湿的一个动作 好那其实这瓶呢 我已经用掉一大半了 对已经用掉了半瓶 好它的瓶身呢就是长这样子 那Centella这个呃植物呢 其实就是所我们所谓的鸡血草 那鸡血草这个植物呢 其实它就是呃对皮肤的那个保湿啊 跟抗老的功效其实是还蛮强的 所以他们这一次呢推出这个精华水呢 就把那个鸡血草的那个成分呢加在里面 好那它这个就是 这个质地啊非常非常非常的水 然后因为顾名思义呢 它都已经说是Essence Water 所以它呃其实是一款精华液 但是它的质地呢是属于水的那种质地 好在这边给你们看 好不知道你们看到吗 它倒出来就是 就是这样子水水的 然后它已经就是滑开了 在我的在我的手掌就是滑开了 好就是拍在这里 因为我这边刚刚擦了那个Body Lotion 所以我就直接拍在这个手腕这边 手肘这边 好那它这个这个涂抹的方式呢是 其实它它是说要拍在脸上 好那它这个质地呢非常非常的水润 那其实你呃就是在擦的时候呢 不用像一般的精华要去涂抹啊 还是就是把它涂开啊等等 你只是需要把它倒在你的那个手掌心 然后就是这样子直接拍在脸上 那这个精华液呢其实很快就会被皮肤吸收了 主要是因为它这个精华 它里面的那个成分啊是 它的呃非常非常的细 就是很很micronize的那种 那它这个micronize的这个科技啊 主要就是让它更快的就是渗透到你的皮肤里面 全被你的皮肤给吸收 你看我刚才拍上去 它一下子就已经真的是完全的被皮肤吸收了 那这款精华液啊我必须坦白说我已经 呃我已经用掉了这么就是一大半瓶啊 我必须坦白说就是 呃是我用过这么多开架保养品当中呢 我用了最有感觉的一个精华液或者是保养品 因为当我就是把它拍在脸上的时候啊就是 拍完之后呢我可以就是真的是 呃立马看到那个效果 就是我的整个整张脸啊看起来更加的水润保湿 那虽然这一瓶精华液啊它里面的那个抗老功效 没有像它说的就是那么的明显 但是我觉得就是呃 它当我第一次用在脸上的时候啊 我一擦完之后呢 我可以就是呃立马看到就是 instantly 看到我的整张脸啊非常的 呃非常的水润很有保湿感 它的保湿力对我来说是足够的 然后就是拍完之后啊 你可以就是立马 instantly看到就是你的 尤其是苹果肌的尤其是苹果肌的这个地方啊 它会看起来整个很轰润的感觉 然后就是感觉你的皮肤喝饱水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我不太会形容那个 但是它真的是我用过这么多开架精华跟保养当中呢 最有效果跟最有感觉的一瓶那个精华液 所以我个人真的是呃非常的喜欢 然后再来呢主要就是它的质地呢是水的质地嘛 然后就是很快被皮肤吸收 然后你就可以再继续呃你下一道那个保养品的程序 好那最后一样商品呢应该算是一个保养品吧 但是它不是用来擦在脸上的 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呃小小的一个按摩棒 那这个按摩棒呢我是在呃miniso买的 那材质方面呢虽然没有像viva就是这么好的材质 但是呃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只是拿来做一些基本的呃脸部按摩啊 或者是呃淋巴的按摩 我觉得还算是ok啦 就不用买到就是特别贵的那个按摩棒 然后这个按摩棒啊我每天早上啊就是比如说我早上起来 就是脸有水肿啊或者是看起来很肿的话呢 我就喜欢用它来就是呃帮脸部来做一个呃提拉的按摩这样子 那通常呢我会搭配这个loreal的这款精华 就是比如说呃拍完那个精华之后啊 然后趁它还有一点点湿润感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这个按摩棒就是来帮脸部做一个呃提拉的一个按摩动作 然后这个它的这个size啊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拿来就是呃就是呃就是按摩这个淋巴的部分 因为如果它的形状啊就是或者是体积太大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拿来按摩脖子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细细细的地方可能就呃比较不是那么的适合 那这个按摩棒其实它的价格也非常便宜好像才才新币十多块吧我也忘了 但是我就是觉得它就是呃非常的好用你看这样子拿来按摩你的这个呃淋巴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你可以沿着下巴这边就是往上做一个提拉 然后就是可以消除一些呃呃双下巴的这个部分 对然后再来或者是你可以拿它来按摩你的手 就是比如说你的手指啊这边有酸痛什么都可以这样子按摩 因为它的这个呃滚珠的这个大小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就是拿来按摩脸啊手啊跟这个脖子 它的size呢是刚刚好的 所以我个人就是还蛮喜欢用这个按摩棒就是偶尔比如说 甚至是你的肩膀很酸痛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这样子你看沿着这边轻轻的按摩 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舒缓的一个效果这样子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的一月跟近期购物分享 希望你们还看的开心 然后非常抱歉我必须把这一次的视频呢分成上下两集来做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抱歉希望还希望大家多多的包涵 好那喜欢这次视频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 然后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把它放在这边 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